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 谁啊 杨洁 杨洁 哎哟 你还知道杨洁呢 这里的民间活动别具一格 本期文旅大发现将带你走进热闹红火2月2 古运建宁龙抬头 农历2月初二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名曰龙抬头 新年过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 我们文旅大发现来到了高平市建宁乡 在这个传统的节日中 建宁乡到处充满了热闹与喜庆 正所谓古运之乡得善建宁 在这儿我们将感受建宁乡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特色民俗文化 建宁乡位于山西省高平市东北 与陵川县和长治市接壤 素有高平哈尔滨的美称 独特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建宁人民的勤劳智慧 共同孕育出建宁的繁荣富庶和高尚品格 演绎了明清工商重镇 当代德善之乡的精彩故事 今天我们相聚在金泉山巷东大河畔 共同观看建宁乡传承久远的 2月2龙抬头民宿活动 共同欣赏建宁明清古运 品味建宁德善文化 悠悠古村即千秋 崇德向善春一农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界朋友 大家尚无好 欢迎大家来到建宁 2月2龙抬头在高平建宁乡的各个村子呀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民俗活动表演 那现在呢其实早上八点来中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荒窝村 您也看到了我身上披着这一条 有着荒窝村民俗纪念表演 传统文化艺术节纪念围巾一条 这也代表着百姓们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那您已经听到了热闹的裸鼓声 包括呢大伙已经穿上了特色民俗表演的服装 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属于自己村子 什么样特色民俗表演活动呢 我们非常的期待 咱们哪一会儿去看一看 荒窝村是建宁乡的主要古村落之一 每年2月2龙抬头的这一天 建宁荒窝村的老百姓都在紧张忙碌的准备着 当天的民俗活动表演 这在我身后啊 聚集的都是荒窝村的村民们 那在小网场呢 大家都站在这儿 是为了什么呢 这位是荒窝村的村民 我们来问问他啊 您这手里捧的是什么呀 我们手里捧的是金豆 金豆 对 我看着不像豆子呀 其实这金豆是有个来历的 相传在唐朝的时候 午后登基玉帝有点不满意 玉帝大怒 让龙王三年不要下雨 龙王因为看不到老百姓特别辛苦 偷偷降了一场雨 玉帝知道之后就把龙王赶下来 到了太行山脚下 也就是荒窝村 之后众神就替龙王求情 玉帝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要想放龙王 还得金豆开花 为了破解这道难题 观音菩萨就化成乞丐 到了荒窝村附近的小山村里来化园 当时的荒窝村是灾荒遍地 没有什么吃的 只有秋天收冬以后 放了有块半年的老玉米 就给菩萨端了一碗煮好的老玉米 观音菩萨当时特别感动 说这开年来就是金光闪闪 而且煮开了就是金豆开花 回去以后就禀告玉帝 说金豆开花了 可以把龙王放出来了 就是这样 二月二金豆开花 龙抬头 那也就是说大伙儿 聚集在这里是为了 把这个金豆都碰碰 完了以后 我们这就一直流传下了 这个吸水 每年的二月二 主要住这个老移民 住金豆 只有荒窝村有吗 在咱们建立一下 这个范围里还是 有其他人也有的 就是我们建宁香这个范围 有住金豆 对对对对 就这个习俗 煮金豆是建宁香独有的习俗 每年二月二太阳升起 荒窝村各家各户 开始煮老玉米 俗称煮金豆 金灿灿的金豆开了花 荒窝人的心也乐开了花 煮金豆表达的是 荒窝和建宁香人民 祈求风调雨顺 五股丰登的美好祈愿 想听神话 想尝尝煮金豆的朋友们 一定要亲自去到 建宁荒窝村 热情善良的荒窝人民 将拿出十二分的热情 招待四方宾棚 高平是严厉固 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 建宁金泉山海拔 一千三百九十一点一米 是高平的最高点 山为水之源 建宁主要传承的是 以水为主的农耕文化 所以在二月二龙抬头 这一天 祭水神是建南村 必不可少的一项 特色民俗文化活动 祭水神二月初二 蛟龙抬头 春耕祈福正当时候 建南至今都保留着 隆重的水神祭拜仪式 瞧 前程无比的祭祀队伍 正浩浩荡荡地 向祭独庙进发 祭独庙位于建宁乡的 翠平山上 据明家境年间的碑文记载 宋元均有过维修 寺庙坐北朝南 三进院落 建筑面积有四千多平方米 现存古建筑二十多座 古建筑遗址五座 规模宏大 布局严谨 历史文物研究价值极高 为典型的宋元框架 明清建筑一构 2013年 被国务院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翻修后的国宝单位 祭独庙 也迎着朝阳 一一生辉 广int 建宁乡苏庄村的康庄表演 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耍乐 起源于明清 故事取材于白蛇传 西游记杨家将等 在2月2这个喜庆的节日里 苏庄村的老百姓 每年都会为大家带来 丰富多彩的康庄表演 现在咱们看到这项活动 就叫康庄 是山西近城独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2008年就列入了 近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传承 这个康庄就是由成年 身强力壮的男子作为底座 有铁架子做了一个支撑的座子 小孩站在上面 长了一圈又一圈 非常的结实 但是年纪稍小一点 都会感到害怕 大家在看的时候 也可以猜猜这些孩子 扮演的都是哪些历史人物 其实今天这个小姑娘啊 是我们见过长得最可爱的一圈 但是啊 她为什么一直哭呢 就因为这个绳子啊 绑的绳子太不舒服了 你告诉大家 你扮演的是谁 你听懂了 快大伙儿听懂了 她扮演的是 杨家将军的杨琴魅 非常的可爱 咱们不哭了好不好 你几岁了 我帮你说吧 她今年六岁了 也是苏庄村的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是吧 那以后要好好学习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你知道吗 明年还演吗 明年 明年还演 孩子太实战了 我相信过了一年 她长一岁 她的现实绝对不是今年 唐庄表演 唐庄是由十岁以下的儿童 扮演历史故事人物 庄下由成年人坚扛 随音乐起舞 浑弱走马流星 这个表演 抒发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一条古街诉说了百年晋商繁华 一段历史传承了千载得善文化 文明侠尔的戴阳针 剑宁钉从哪来 剑宁黑铁行 锤针叮当响 铁花似飞剑 钉包剁成墙 大铁钉不仅是一个离奇活 而且是一种精神传承 这里哪个家族 可与皇城相府 陈廷静相媲美 这里又何以被誉为 宜居之地得善之乡 文旅大发现 带您在龙抬头之日 徜徉古运剑宁的 美好未来 剑宁香美铁资源丰富 明清时期 剑宁香是白形 太行形 浮口形 三条太行骨商道的交界处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结合剑宁人民勤劳善良 崇尚实干的精神 天池地利人和 赐予了这里一块 富庶繁荣之地 造就了剑宁明清 工商重镇的辉煌 晋商文化的精神 在此得以体现 剑宁香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煤铁资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剑宁人民就开启了 钢锅炼铁的历史 剑宁黑铁行 锤针叮当响 铁花似飞剑 钉包堕成墙 冶炼铸造业的繁荣 使剑宁在明清时期 成为了太行山上的工业重镇 而剑宁人民 最擅长的就是打铁炼钉 剑宁铁钉也曾经 飘洋过海出口中亚 在华夏大地都享有 戴阳针剑宁钉钉的美誉 今年的铁钉文化 从古旧六川下来 叫做剑宁黑铁汉 吹枕定当响 铁花似飞剑 钉包多成墙 这个创生呢 在六九年的时候 城里边呢 就飞扬这个 飞舞的文化移成 组织起了 八哥 钉路 还有集体的 高路 咱们现在宅的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来六几年的时候 打铁钉的地方 当时厂家这个打铁钉的呢 有六十多号人 我们用高路 捏出铁 然后一方面竹果 竹水管销售 一方面来打铁钉 把农业的 将农业的经济收入啊 成为建宁县的 收入最高的一个生产大地 那个时候呢 如果一个水啊 能有十毛钱的 收入就回来一个公路 而咱们建宾呢 是七毛钱一个公路 这就是啊 铁钉呢 跟建宁 进入水煮的贡献 明清以来 建宁人民 已擅长打铁链钉 闻名侠耳 据老辈人描述 那时候的建宁 家家户户 风香呼呼响 火苗腾腾起 砧板叮当响 老铁匠带着小铁匠 浑厚粗犷的吆喝声 形成了一曲 别有韵味的 帮子小调 打铁钉 不仅是一个离奇货 而且呢 是一种精神传承 是一种文化传承 所以希望 我们能在 胆子不存回的领导下 肯养这种顶纸精神 肯养这种 有效的 传统文化 把这种的精神肯养下去 建宁不仅有悠久的 农耕文化 铁钉文化 更有人文会脆 经久不衰的书院文化 这里也是郭东顾礼 在二月二这一天 高头大马 红袍状元 穿街而过 微微舞舞 精彩的表演 将当年 状元郎 衣锦还乡 拜谢恩师的场景 展现的淋漓尽致 姓郭明东 入世美 十年寒窗 无人问 一句成名 天下之 向师父去咯 郭东 敌之 我来了 不请知道 敌之 等可 师父乐呵 郭东 身良外孙 恪守祖训 传承祖德 赐童晋氏出身 先后在浙江 河南 南京等地任职 最后 官制正三品 南京太常四清 万历二十六年 郭东回乡 创修德阳书院 招延四方文士 吸引学员 兴办教育 为郭氏家族 培育出一门六进事 十余举人 数十相闲相供 郭氏家族 与阳城县 皇城相府 陈廷靖家族 并称为 明清时期 近东南地区 两大科举官宦世家 为乡人留下了 耕毒传家的 精神财富 古运之乡 得善见宁 白天热闹非凡 人闻会脆 而夜幕降临时 来到荒窝村 华灯初上 灯火阑珊 星火璀璨 这里的民俗活动表演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在荒窝村 除了主金豆 还有许多活动 现在夜幕已经降临 到了晚上 村民们便用 棉纸 免成纸免 浸油 做成竹台 几个年轻人 舞动火栏开路 这村民们 便跟在后面 沿街点燃鸟子 而且还抛洒一些 浆水等食物 这种习俗 叫做射碾子 又叫散路灯 有着平安吉祥的意思 除此之外呢 还有锣鼓 鞭炮 打路花等跟随 说到这个打路花 其实它是打铁花的一种 而荒窝村的打铁花 和其他地方的 不同之处在于 其铁水之中 溶住了铜汁 这打出来的铁花啊 更是金光闪闪 十分的迷人啊 老艺人们用高超的技艺 将铁水打至天空 散出漫天金花飞舞的景色 同时也寄托乡亲们 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 繁华落幕 喧嚣过后 建宁的农耕文化 铁钉文化 书院文化 宝贵的文物遗存 独特的耍乐故事 悠久的民俗活动 坚定的文化自信 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 和自强不息的晋商精神 让追梦的建宁人 底气更足 步伐更稳 力量更磅礴 这里不仅是避暑圣地 更是宜居伏地 今后的建宁 也将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一驱众风景 以街灌南北 石院蒋家训 两庙宋经典 百里徒步走 登高兰古金 古村雅韵 承载着建宁人的 最美乡愁 仁文华章 积奠了建宁人的 醇厚美德 也为建宁的未来 勾勒出美好愿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